未来管理层今早开电话会议的时候 打算用手机应用程式的E6做一个网上医院 但大行之前批评短期没有用户盈利化的手段 但管理层好像未有一个具体答案 现在公司付钱付费用户有2亿8千万 按年其实增加了两倍 其实都多 亦都借助到与阿里的协同效应 其实应该是否要盈利化的条件就有的 但如果用户规模更加大的话 那迟些赚钱的能力就会更加高呢? 我想当然如果用户规模是扩大 和可以留住客户的能力提高的话 提升的话当然是比较好 但如果参考平安好医生这个平台 是以医疗服务 互联网医疗服务为主 的平台来看呢? 其实阿里健康在医疗互联网 这一方面呢 那个变现的能力 仍然都是有待提升的 那医陆这个APP 其实就是这一类 在互联网上 配合一些医疗服务 这样去做的 暂时来说 就未见到一个很硬正的变现模式 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阿里健康仍然都是以一个 医药电商的一个模式 就是在平台里面 就是买一些医药 或者相关的器械 配合物流去打起力 这个情况当然会有增长 但是呢 相对于互联网医疗服务 这一部分去变现 那里呢 其实是 仍然都有移民的 所以这里呢 就未必说是可以带来 仍然是共献 相反 是会有一个更加多的投入 或者洗肺在里面 去年下半年的业绩已经放缓得这么厉害 未来今年的上半年 基数又高了 是不是问题更加大 兼且他们的估计也跑输大市 无论三只的互联网 线上医疗股 那是不是大家都不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整个板块 互联网加医疗这方面的概念 或者憧憬 似乎已经是冷却了 没有说去年底 年初的时候那么强的热情 现在来说 刚才也比较现实一点 反而就会看回他们的盈利能力的表现 或者收入增长的动力 可不可以维持 以及刚才提到一些互联网 医疗服务这方面的变异能力 是不是更加具体 以及用户使用这一类服务的时候 是更加放心更加强 这方面是反而令到投资者有点疑虑 所以这个板块来说 可能都会继续跑输大市 目前来说业绩也反映了他们有一定的 核心业务上的一些疑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块可能都要等一等 整顾一下 进一步消化一些的获利活动压力之后 才可以继续回稳 顾二封 佛